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们上一集讲了有关于兰节的一些传说 一些故事甚至背后意义之后 不如我们今集继续我们以前也有的人物访问 今集我们很高兴请到深井 潮桥街坊于兰圣会 姚志明会长和我们讲讲深井这个地方的历史 和深井于兰圣会的文化和当中的一些习族 谢谢你 会长 很感谢你们做这个访问 希望对这个渔兰的文化给我多些人认识一下 当然会了 会长 我们首先讲讲这个地方的事情好吗 好 会长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深井 深井其实我想自古一些深井的原居民 是姓父的他们在内地移下来 在这个青块堂村落地生根 他在山附近周围走来走来都看到 在山上方看下来 这个地形就好像小小像个井一样 所以我相信名字都是在当时这样改出来的 但是深井的井就是个井字了 那是否有关于水深呢 如果是深井就是 深井其实在海岸线来说 它都是比较其他地方的水深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深井的名字了 我们讲完深井了 我们下一点有关深井的潮州人问题了 究竟深井以你所知 什么时候有潮州人居住的呢 我相信就是说以前就战前香港有一间香港酒厂 香港酒厂就需要一些这样的努力努功的力量 那我相信在那个时间应该是一九三几年的时间 开始陆续有一些潮州人在深井开始落地生根了 是因为潮州人本身仰酒技术厉害 还是纯粹是因缘祭汇之下落到来呢 我想潮州人这件事没有那么厉害 其实潮州人最厉害的是勤努、黑虎、熬得 所以当时很多的姑娘都是潮州人的 基本上其实潮州人就很符合 当年香港工业开始发展的努功密集性工作了 对 好 那我们继续 其实深井潮州人多数除了你刚才说 当年做工厂 除了工厂之外 特别是在深井这个地方 他们是否同事什么工作 我们很近海的 会不会其实鱼业、采猪都关事呢 其实潮州人就来到深井 除了一部分做新的啤酒厂 也就是做酒厂 然后有些做沙厂 但是也有部分他们在深井开始做创业 做小贩 熟熟小贩 你今时今日看到深井那些出名的 烧鹅饭店 都是由他们做小贩的年代开始 一直熬到今时今日这么成功的 其实深井出名的那几间烧鹅都是一步一脚印 慢慢经历了这么多年去走出来的 对了 你看到你进来深井新村 进来深井新村 那几间的烧鹅饭店 全部都是潮州人 他们做的 就是任何一间不同名的都是潮州人 全部都是 在深井新村 直到深井一直发展的屯门公路 政府建了一些 赔偿一些丁屋给那些原居民 原居民看到深井的潮州人做熟食饭店 或者做得这么好 他们都开始将他们的地铺 改来做饭店做生意 所以在旧村那边 也有很多有些饭店 是民居民他们开 其实你这么说 去到今时今日2023年 其实你觉得现在在深井 还多不多潮州人住在这儿呢 深井其实潮州人开始少了很多 因为为什么呢 潮州人就没有人聪明 他就上一代熬得 做得 就将子女供书教育 当他们成了财 有本事 在外面就买楼出去 所以 就反而现在深井住了一些 就比较年纪大一些的潮州人 年轻的人很多都在外面 租了业或者这样的东西 好 我们说回潮州人在深井的情况 刚才你说到很多人在外面置了一页 其实我知道 每年深井都会有一个很大型的遥兰法会 其实每年那个时间 是不是很多 后生人都会回来 陪家人去过这个时节呢 这样说法 其实就是说很多 搬了出去 包括他跟老爸老母搬了出去的潮州人 但是他们觉得深井的根依然在这里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从小到小玩到大 但是这里还有很多没有出去搬走的 他们回来这里 每一年两个活动的节日 他们回来大家聚聚咎 大家一起很开心 会长我知道了 你之前有带过我们去看附近的一个庙 就叫做天地父母庙 其实会长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很多潮州人的庙都会有天地父母 你会不会知道其实天地父母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其他不同的宗教 甚至乎一些我们不是潮州人摆开的庙 其实是没有这一回事的 潮州人来说 如果你有回过潮山地方 你会看到 潮山地方每一间的屋 在屋的大门之前 都会吊着一个天地父母庐 在一个大门口那里 那潮州人就要很虔誠地 早晚上香 就说那个庙没什么 早晚上香 向上天 感恩那个天地 那变了就是说 这个天地父母庙在深井 就是一路就是潮州人上一代 带下来 在深井 就变了一路 变了变了 变了变了 其实是一个敬拜 对天地父母 当它是一个父母的角色 就去敬拜天地 希望大家有一个孝心 有感恩之心 不如我们说回深井渔蘭盛会 其实你觉得深井渔蘭盛会 与坊间 18区不同的其他渔蘭盛会有什么不同呢 在你的角度 其实 其实渔蘭盛会 在香港来说 刚才你也说了这么多的地方 总共有五六十个潮州的渔蘭盛会 那他们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大一点的地方的渔蘭盛会 他们搞得很轻昂的 因为始终他们有个根基那么久 但是也有一个危机就是说 现在陆续一路一路 那个市区的发展 那个市区的发展就将那些旧区 全部都拆掉 全部都建了豪宅 全部都建了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现在那些旧区一改了 变了全部都建了豪宅 就很多渔蘭盛会在那里的 那些人会被散 第一 第二 第二 召集那些人来举办的渔蘭盛会 是很困难的 第三 财力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 以以前的旧区来说 很多潮州人 是做生意的 做集货铺 米铺 士多 什么东西都有的 所以潮州人去到 筹款的时间 去到那些潮州人 那些 全部都很乐意 很盛 来提银的 那今时今日 所有的 新式的地方来说 即是新式的地方 全部都 集货铺 没有 士多没有 全部是百佳 维康 万成 那你可不可以入到 和它可以提银 你支持我们什么活动 没有 好了 那些豪宅的地方 那些康奸都不会让你进去 那你去哪里找那么多财力 人力当然不用说了 现在一路一路一路 那你那些 拆就拆掉了 那你哪里找人力 人力 物力 财力 在外面来说 市区 很多地方 我的眼光一直都是 麻烦点 但是深圳继续坚持 每一年都有巡游 我知道 其实巡游是怎样 可不可以说一下 香港潮族总会就在 2011年之前 就申请这个 玉兰做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成功了成为其中 四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香港潮族总会他们都很努力去动员宣传这个 玉兰的文化 当时总会都希望我们每一区地方的余兰会的领导 来想一下怎样活化 不要死硬斑斑斑地 经常学跟以前那一套 只是做了 玉兰是那一件事 但是怎样活化吸引年青人呢 所以深圳 由我领导之下 亦想一下 怎样活化它呢 是跟其他地方有些不同呢 因为可以很简单一样说 在一个渔兰节里面 全香港的渔兰 都是举行同一个活动 同一个模式 只不过是大型和小型 如果我是一个对 渔兰文化完全没有认识的人呢 当我去到一个 我会想看一看 渔兰文化的东西呢 我会选择一间大型的地方 它有整个配套 和它有够材料 你放得很漂亮 给我去欣赏 对一些小小的地方来说 我不需要去 你没理由比别人了 所以我们要想一下 怎样闯出这一段 所以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用另一个方法 用巡游 用巡游这个方法来 吸引到一些年青人参加 你自己觉得 你都做了会长一段时间 或者经历了这么多年 深井渔兰圣会 其实你觉得 营运这个渔兰圣会 对于你 或者对于深井这个地方 会有什么困难之处呢 其实就可以说一句 就是不要听呢 做这个渔兰圣会 就是说一句不要听 吃力不讨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你想做一件事 你个人想的事 或者你的团队想的事 有时候真的出去 有些事很多阻滞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好像简单 很简单 我们的巡游 这么说 要经过几个部门申请 还要层层叠叠叠 如果今年我们8月20多 举行这个巡游和雨滥 我们5月已经开始要做事 要向一个部门 一个部门申请 好了 那变了不仅是 运输署 警察部 康民署 那些全部都要申请 但是 怎样说呢 很多时候 我们做的事 上高看 又没有人 怎样支持我们 去推动 变了是 说一句不好听 叫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就是 你们那个会有什么能力 你就做到多少 但是你说 哪些人支持你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想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你 参加了于兰盛会 不要用会长的身份 用你个人 甚至是年轻的时候的身份 你参加了这件事多少年 其实 我1960年搬来深井 深井已经有鱼兰盛会 但是那时候 我们做小朋友的时间 走过 看过 看看 有些 其他小小的 熟食 什么 古灵精怪的食物 我很开心 但是正式来说 参加 我就没参加过 就算我结了分 搬了出去住 直至我退休 我都没有参加过 只不过是 当时 每一年的鱼兰 我都有提 支持他们做 但是去到那个气盘 好像说 看一看 走一走 就看 挺有趣的 那就走一走就算 都没有说正式 怎样落力去做这件事 匯长 你说过 你其实很小的时候 已经进入深井 其实你都见到 深井渝兰当年是怎样的 你都知道现在 你接手之后 你的渝兰是怎样的 其实你觉得这么多年 我想有六七十年 其实分别有多大 由你最初小小 到现在的渝兰 你觉得最大的分别 会在哪里呢 以前 上一代的潮州人 他们真的很热心 关于做这些 传统文化 到我们这一代来说 变成了我们都是 要用另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们要弘扬这个文化 继续承传下去 没有说上一代 他们那麽迷信 就是说迷信 可以说 就是很神心地 去做这件事 到我们这一代 有个别 是很神心 很努力去做 但是个别的那些 就只不过 我参与这个 传统文化的活动 去做的 就是这样的潮流 在个人层面上 你对于兰哲 这件事有什麽看法呢 你说过 上一代 觉得这件事是迷信 但是你自己呢 你自己是觉得 都是偏向迷信 还是其实你已经 转化了 到一种 习族 传统的感觉呢 其实呢 我个人 我就没什麽宗教信 因为为什麽 这个传统文化 我觉得上一代 他们做得这麽好 可以有这麽的 会址 天地父母庙 摆在那里 如果 我们身为后一辈的 虽然我没有宗教信 没有什麽都没有 但是我们觉得 为什麽我们 不做一些 是关于我们 传统的 潮汕文化 我们去做一些 呢 就是希望 这个能够保留 回去 这是我的 其中一个心愿 你会不会有这些说话 去寄予一下 深井渔兰盛会 甚至乎 寄予一下 香港不同其他 的渔兰团体呢 讲句真心话 这个渔兰的 承接人 始终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任何一个地方的 渔兰会的领导 每个人 你看到 每个年纪都 很大的 但是承接的 虽然说 怎样推动 怎样推动 但是香港始终 在 五六十岁 这个年纪的 日 它仍然 重要是拼搏的 所以 你说的 即使它 可以 轻松一点的 时间 它想去 一些地方 想参加一些 渔兰会 或者活动 很简单 在 外面市区的 渔兰会 很多 在楼 二楼 三楼 或者几个楼 它除了 渔兰盛会的 时间 有些活动 会做的 那 其他 那些月份 是做什么呢 譬如 我是一个 普通的 市民 或者 我一个 普通的潮州人 我很有兴趣 但是我拍两千门 没有人 没有什么 我会不会继续去呢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大问题 那 深井 都叫做 幸运 我们有一个好的梅子 我们一年三百六十日 都打开 欢迎 这些人来 很多时 市民都 来到参观 看下我们的图片 看下这些东西 他们都觉得 挺有趣的 变成我们这里 凝聚了一些人 凝聚了一些 变成我们 就算有什么活动 我们号召都容易一些 但是外面来说 都挺平坏的 真的是 好 会长 我们今天暂时 说了这么多 我也非常感谢 姚会长 和我们做了一次 这么详细的分享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 暂时来到这么多 如果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说 或者有什么想问 姚会长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甚至乎 私信我们的 IG、INFOG都可以的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